我的Facebook 看他开始了吗 你看这Facebook他已经开始了吗 很像还没有了 我看到什么Tax you in a box Facebook那边有Tax 但是我很像还没有看到 我已经On了 我看到是看到Video 讲Live了我OnFacebook 有吗 有他是讲LiveOnFacebook 为什么我看不到的 我现在检查号好先 好 没有我没有看到 没有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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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我们邀请了我们的 RCCA15位里面的其中一位 那么这个人呢 他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你们今天一定要留守他的节目 因为呢他是一个家庭主顾 平凡到平凡的一个 对不对 那么我们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RCCA呢 他是35位里面的 他是一个最平凡 而且呢又是最 可以说是在 在普通到没有的在普通啦 对不对 那么他自己本身呢是来自 是冰城的 为什么他是你的重点人物 这个人呢他非常非常的 他非常非常的听话 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而且呢他真的是和那个人非常的友善 而且很喜欢做食材 很喜欢做义工这些东西 所以他成功的话 所以他成功的话是 我说为什么你这样看得起这个人呢 他就说这个这个人呢他叫做Mia 为什么叫Mia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三星有没有骗我啦 他讲因为呢他的女儿呢 虽然叫Mia Mia Mia 所以叫 改名改名 是不是真的这个东西 对对真的 真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他是从以前我看他给我看他给我看他的照你的照片 就说你是一个 在一个小贩中心还是哪里卖卖高饼卖卖蛋糕的是吗 就很喜欢 我那时候是做义工 义工来的那张照片是义工 嗯 那张是义工其实你不是卖卖高饼的 在家里做的在家里home base 就是说就是在家里home烤然后卖给人家 就是不是在那边 嗯 OK OK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来请我们的Mia的话来她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来我们请Mia 好好好 OK大家下午好 OK我是Mia 刚才 Donny Donny讲的对 我的名字 真的是 Mario问我的时候 你可以讲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讲 我讲我的华语名 不要华语名 英文名 找一个英文名 可以吗 容易记得 OK就叫Mia了 Mia 很特别的名字啊 很好听啊 我讲四位 因为我女儿每次叫Mia Mia 也是叫Mia 也是很好听啊 很亲切嘛 所以就这样子叫Mia咯 所以现在每个人叫你做Mia的话 就变成你的女儿你的孩子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是因为非常亲切 非常亲切对吗 哦 就好像一家人 像是Mia Mia 就是好像一家人嘛 对嘛 哦 非常亲切 但也拿 可能下一辈子 就做你的孩子 做你女儿了 就一直叫Mia 哈哈哈哈 啊 OK 来听下我们Mia 今天的故事好吗 OK 那么Mia 我想问一下你 你是怎么样 从一个家庭主婦 到做Cookies 你最本身的兴趣的话 都是打下 以毛球 对不对 对 OK 那么你很 我年轻的时候 不是打以毛球的 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对对 我是打篮球的 哦 你是篮球的国手 啊 对对对 曾经在中学的时候 球学的时候 曾经代表过马来西亚 哦 那么我 球学 你在还没有接触到 比一之前的话 你是 做什么的 OK 我在中学 毕业之后呢 就是因为 家里出现 状况 出现一个事故啦 意外事故 所以 毕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要去 吉隆坡 帮助我的姐姐 顾店 因为当时 我的 姐夫跟我的哥哥 就 那一场意外呢 就去世了 剩下我的姐姐 在那个店 那时候他还 身怀六甲 还怀着孕 所以就 毕不得已 我就要去那边 去帮忙他了 就那边 顾店 所以 从头到尾 因为他在 大肚子的当儿啊 跟那三年里面 真的是很不好过 因为就是因为 家里人 离世了嘛 所以我一 帮忙他 一做就做到 八年多 在吉隆坡 帮他雇店 哦你好伟大哦 没有因为那时候 真的 那么 那么那个店是雇什么 哦 那个是硬物局 printing company 哦 printing company 跟你做烘焙是没有关系的 啊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你住在 槟城的一个小岛 我听 听你的上线吗 Mario说 你好厉害哦 就是说 因为槟城人 北岛 就是在那个 岛里面的人 通常都不出来的 对不对 你只可以在 槟城的北部 那个这样小的岛 不出门的话 你不能够上 RCCA 因为本身 就是因为 可能我比较 耗动吧 我是一个喜欢 耗动的 一直讲 就喜欢运动的 每一天 都可以说 几乎啦 每一天都是 都是在流汗 都是在排汗的 除了做蛋糕的时间 过后 我都争取时间 去运动 因为我从小 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除了打篮球 现在我是打羽毛球 所以 篮球太重了 不是 因为篮球 它是要 很多人才能打 羽毛球 你的人数少 你还是能打 如果 人数的话 你还能够打篮球 还可以啊 因为我的孩子 也是有打 偶尔也是有打 问一下你 你是怎样 从一个家庭主婦 从一个烘焙 你叫烘焙 算是烘焙师 你是批发给人家吗 你的蛋糕 你的糕 你的糕 OK 我的糕 其实开始 我烘焙呢 是我因为 我的爱好来的 我很喜欢 小小就受 我姐姐的影响 我的姐姐 以前也是 有做蛋糕 小时候 变成我就 影响到 你烘焙 所以开始呢 是没有说 要做来卖的 就是跟人家 一直分享 这种喜悦 因为做了 人家给你 那评语 真的是很好 因为你的 那种满足感 原来你做了 人家可以 欣赏你的东西 那种满足 所以就变成 一个变成爱好 一直在做 因为那时候 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每天就是 除了载孩子 就是多一时间 打球了 就是喜欢 做了 就开始人家说 一定要来卖 不可以 一直每天都吃你的东西 就开始了 就朋友 介绍朋友 就开始 那个烘焙 一直越做 越多样 越做越多样 就 做到十多年 就十多年 所以你 你是在家里 一直在烘焙 你就很少 就是卖给那些 左邻右邻而已 对 除了左邻右邻 我是批发的 批发所谓 就是有认识朋友 他们是做 那个桶的 plastic那个罐桶 我就跟他买 那个桶 是认识他的 那他们呢 有去外博的 他就帮我 拿我的饼 去销 去外博 我的饼 所以我也是 不用去 怎样去出门 就拿去他的 工厂 他就把我 拿去外博卖 就是这样子做 事前是这样 所以你一直都是 在槟城里面 你就不用出门 那么你是怎样 接触到 我们这个 BE公司的 Aurora Foods 怎样认识 就要说呢 我的上线 就是在 2017年12月吧 因为有一次 我去 吉隆坡 做义工 然后我的上线 Jonas 说 他就 交给我了 一本小车子 就是Aurora Pen 那本小车子 他跟我说 这本小车子 这一条裤子 会帮助到你 因为你是喜欢运动的人 肯定这条裤子 你一定 有帮助的 这样他就没有说什么 他就交给我 就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第一行字 真的是吸引到我 由日本 由日本进口的 第一行字 就是吸引到我了 所以我在看下去的时候 Cordensin 又不懂Cordensin是什么 光电子 那时候真的是 完完全全不知道 就刚好有同学 我有同学 嫁给日本人 就咬个电话给他 问他 Cordensin是什么 他就跟我说了 Cordensin真的可以帮助 学一什么 就跟我讲了很多 我了解了很多 哇 真的 这条裤子应该 我真的是非常适合 就订了一套来 这样子 那个时候你还打电话 回去问你的 那个日本的顾客 对对对 他说日本 日本我这边很 很普遍的 光电子 非常非常普遍的 这个是很多年前的 科技的 他跟我说 是啊 我是没有听过 他讲你们 那边人 因为是热片 所以可能就没有 这个脚问题 我们这边 非常非常普遍 他说呢 我们的这个光电子 不只是是裤子 有很多 袜子啊 手套啊 帽子都有 当我知道的时候 这个光电子 是在日本 它的那个光电子的成分 percentage 是不超过30%的 不超过30% 是给它们保暖 给它有 稍微的血液循环 当我了解了 Arona Codensin的时候 原来它的布料里面 融合了 原来有80% 4.4%的那个 percentage 我讲 哇 这样高啊 他讲 是哦 如果是这样高的 percentage 肯定它可以帮助到更多 甚至可以帮助到 全身的血液循环 当我听到了 真的 如果是这样高的 percentage 穿在身上 真的是700多块 真的是不贵了 所以 对啊 因为如果80多 80多的 那个Codensin percentage 在我们身上 对吗 那个价钱 那里会 会什么 对吗 所以呢 我就马上订了 订了 订了 订了一套 那时候就 过了不久 然后 OK 所以 当那裤子一来的时候呢 刚好我就打球嘛 我打球就 来了一套 刚好我的partner打球的 他就在几个月前 刚好脚受伤 他的脚跟 断了四根 通了两三个月 如果要去开刀 缝回去呢 真的要一笔钱 五位输得一笔钱 所以当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讲 这条裤子 应该是可以帮助到你 血液循环 可以帮助很多 改善很多 所以我就给他穿了一件 知道吗 他一穿的当儿 第三天 因为他去旅游啊 他穿了三天 三天 一穿的那一天 三天里面 完全没有感觉到痛 他就 这样子 他就很 很吓到了 然后他讲 这条什么裤子 我穿了 我的脚完全没有痛 哇 真的吗 如果真的 这条裤子 可以改善我这个 我不用去开刀 我真的是可以打球了 整天 你知道吗 第三天晚上 他打给我 Mia 你快点 帮我多订一件了 因为我三天 没有换裤子 没有洗到 你知道吗 不只这样 我身边的朋友 因为我们打球 很多受伤的 我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见证 也是我打球的朋友 也是我打球的朋友 你知道吗 他们 受伤 脚 还有那个 叫什么 我们打球的人都很喜欢受伤哪里 受伤这边肩膀 这边肩膀 很多都这边痛的 我跟你说 他痛了很多年 很多年 但是我们喜欢打球的人 都不会帮去打球 痛还是去打 但是你知道吗 他穿了Aura Pants 他是痛到 拉到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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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很多年 穿了Aura Pants 改善到 甚至呢 把他的体重 他的蜂窝组织 他的那种 扁头痛 都一一改善 他甚至会 通到 对啊 他甚至会 通到 半夜 醒来吃止痛药的那种 只是一件Aura Pants 改善到他健康 其实是有夸张吗 没有夸张的 这个我真的要叫他做LIFE的 真的 没有夸张 一点都没有夸张 真的 我很多见证 这个的 因为我身边都是打球的朋友 甚至他们 任带断 任带断 痛了三年 本来去开刀 40千 穿了一件Aura Pants 到现在 不用开刀 甚至可以 尊了 真人真事哦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 你从北岛嘛 你都一向 很少 接触外面的 那么你怎么样 开始做这个行业呢 怎么做这个行业啊 对 OK 一开始的时候 Mario 要讲是 也是要谢谢Mario 也是要谢谢Mario 因为呢 我是完全是 完全对那个传销是完全是零的 我只是知道Aura Pants 可以帮助改善健康而已 所以也感谢Mario 真的是 真的是我的贵人 他就来协助我 真的帮助我 真的也是 栽培我 教导我很多很多 从零的我 开始 真的是 两个月里面 然后他可以来三次 然后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甚至呢 他可以跟我说 你来我协助你 不止这样子 从中你可以学到很多 公司的那个 发令啊 那些怎样讲啊 然后系统是怎样的 我跟你讲 我是完完全全是零的 完完全全是零的 所以就是因为他 就是因为Mario 他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勤劳 就是也是我看到他的勤劳 他的勤劳到 我就 哇 他是banker 你看 他是大学生 他也可以来协助我 你知道吗 你看他的勤劳在哪里 甚至他会开始都会 哇 我这个Auntie 真的是什么都不会的 你知道吗 我跟他说 我连来讲话 跟人家沟通的 那种都有障碍啊 因为我是不善于 跟人家讲话的 因为你知道啦 做烘焙的人 一直躲在厨房啊 就很少跟人家沟通的吧 所以也是打球 也是不会 不用讲话的 所以变成我跟人家 沟通的那种 方式啊 真的是 没有经验的 完全 完全没有经验的 所以他是真的是 教教我很多 教我怎样 怎样带人 怎样 带人啊 怎样去 甚至就是 教教我很多很多 所谓 我从来没有 不会的东西 嗯 他真的是我的会人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既然你躲在厨房嘛 我还记得 我躲在厨房的时候 我真的是 完全是没有朋友的 只有几个那个 supplier拿菜的 拿鸡的 拿米的炸货店 对不对 有时候都是去 Tesco那边拿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 你既然你躲在厨房 这么久啊 你躲厨房比我更久了 那么 你又没有朋友 你怎么开始做这个行业呢 你去哪里找人 我去哪里找人 OK 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 身边打球的朋友而已 后来因为 那个动力是什么呢 因为Mario问我一句 BE可以给你有梦想 他问我你有梦想吗 他问过我 梦想我真的没有想过 因为我以为就是 人生 我都不敢梦啊 不敢想啊 那时候真的 因为要有 怎样 我以为 如果我真的 烘焙了这样多年 我有收到一点钱 如果我可以开 一个小小的一间店 当时真的有想到 要开一间店 还没有认识BE的前几个月 我真的是 有开始筹备了 要开一个小小的烘焙物 那个就是累积了 我这样多年做饼啊 做烘焙的那种 收集的储蓄 对 就是因为 因为BE 就给我一个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来 来做这个生意 创这个业 真的 其实开始我真的是 没有的 完全没有想到原来 还要把那个老本挖出来 真的 如果你打算 做一个烘焙物 你有没有想过 要花多少钱 你有没有计划了 就是讲要看过了 店啊 装修啊 材具啊 等等这些 要花多少钱 哇 那个啊 但是不会超过100千 我有算过 因为我还要做一个很小的 一个machine 至少我不用用我的手力 这样多 因为之前我是 在用手工的 手工的 又要用我的手指来 来做烘焙的 所以就想到 要做那个 那个一个 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machine 就减低了 减少了 我前面三个步骤 所以差不多要 七八十千吧 如果要做 这个小生意的话 包括 租电 电水火 对 对对对 七八十千搞得定 对对 因为我们这边 小地方嘛 小地方嘛 不需要很大 因为我的机器也是很小而已 啊 ok 我想问一下你 你开始做的时候 你都没有 你除了打球 那半朋友 你都没有其他朋友 那么你怎么开始做呢 听说你开过生市场 很厉害 ok 因为 因为我还是有一个习惯 因为我们小地方 每天早上都会去 吃早餐 我一个 一个老地方啦 我每天都去的 一个咖啡店 每天都去那边喝那个海南咖啡啊 每天都会去 所以变成跟那边的人就非常熟悉 跟那边熟悉 所以当我认识了阿拉班的时候呢 我知道说每一个人都需要 那个脚的健康 可以改善阿拉班 可以改善脚的健康 所以呢 就从那个咖啡店开始 我就跟 身边的朋友 来搭我的桌子 好像不工作了啦 他来跟我做 就跟他开始跟他聊起咯 一个心态 原来呢 我跟你说 健康就因为我可以帮你 改善你的脚的健康 那个信念 所以就是敢跟陌生人讲话咯 就是这样 听说你是用食物 食物来先开头 开话题 那肯定哦 怎样呢 因为呢 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嘛 也是很喜欢 哪里有的好吃东西 我肯定会去 所以开始话题就用吃先咯 讲吃美食啊 这样子啊 互相的交流吃的东西 当我们在喜欢吃的当然 肯定啊 我们会累积那些 脂肪啊 会肥啊 所以 如果又怕肥的话 是不是要运动啊 对吗 要运动的时候 是不是又怕受伤啊 对不对 所以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运动员嘛 所以我知道脚肥肠 所以从这边呢 就带路说 吃 吃了会 肥肥了 一定要健康 健康的脚也会受伤的 所以怎样保护脚呢 从那边呢 开始呢 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从脚开始 就从Alorobank 健康观念开始 极有钱的话 如果呢 一双腿啦 不能走啦 哪里 几多钱都没有用 这是我每次跟人家讲的啦 对吗 所以你很多的下线都是 你的 你的主员都是来自你的陌生市场 蛮多 蛮多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 你都没有坐过船 这样你也不会怎么样去带肚子 那么你觉得 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会有困难吗 开始的时候 是真的是有困难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 什么叫组织 Marketing plan 那种都不会的 都不会的 但是原来 B1 当我去第一次 B1的那个会议的时候 哇 里面几百个人在上课的时候 原来 B1的系统 是非常非常棒的 原来不管你是 什么背景 不管你是什么背景 你来到B1的那个会场 哇 全部人呢 都是学一样的东西 就所谓 就是系统 哇 你可以学到从零开始 不管你什么背景 你知道吗 我尤其是我啦 这种完全没有背景的人 一开始去的时候 我会很怕 他们上台讲话的时候 不懂我听得懂嘛 要去学哦 所以我就 比人家就要更虚密咯 我就 除了听 我一定要写 因为手写 跟耳朵听 你可以两次的机会 记录在你的脑袋 所以从那边开始呢 我一开始 我就是用写 又录 用写又录 从那边慢慢的上来 但是我跟你说 我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情景 第一次 我可以看到 每一个RCCA 坐在后面一排 他们都跟我做同一个动作 他们也是在做手 也是在听 也是在手录 你看 他们RCCA的人 那是第一次 你看 给我知道说 BE这个系统 这个教育 真的是 很不一样 他不管你是什么背景 因为上台讲话 那些讲师 真的来自 很好聊的 有什么 很高智慧的 很有学问的 但是他们在上面讲的时候 下面的RCCA 都是在那边做记录 哇 真的是 这是我看到BE 给我学到的 所以我跟你说 我认识了BE 二十多个月 没有一场会议 我miss掉的 大大小小的 我都上了 因为我知道说 在台上 讲的每一个讲师 他们真的是 无私的分享 他们的经验 十多二十年的经验 讲出来 我只是在那边听 写 我就学到了 那是几十年 我都没有机会学的 原来我来上这个课 就可以学到 你看 人生那种经验 真的是 也是非常幸运 也是感谢BE 真的给我这个机会 遇到 还好 我真的是会抓到那个机会 哇 学到很多 那么我想 我想问一下你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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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个 BE里面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 有什么是让你 不同了 不同了 很大的不同 在BE 在BE我学会了很多很多 我改变了我自己很多 我的心态 我的心态 因为我 以前呢 是因为 读书不高 我就认为很多东西 我都不能跟人家 去比较 什么东西都不可以 跟人家 学 什么东西都 都输人家 因为 因为学历不高 就认为什么东西 我们就 就跟就好了 因为我们都没有这种的 那种领导能力的去 去 去说出来 去表达出来 所以原来呢 在BE呢 哇 你以前想学 但是你不敢去学 你想讲 又不敢去讲 不知道什么方式去讲 什么方式去表达的 你都可以在BE上课的时候 你学到 我跟你讲 我 从来没有在台上 讲过话 拿过卖 但是在BE你看 改变了我 给我的思维 我甚至现在可以在台上 跟人家分享 这是我在BE学到的 那么你从家庭主妇 你会不敢吗 是啊 真的 我没有在上台 我跟你说 以前 去唱K都好了 去唱K 我来买那个台 那个不是一个阶级 这样高 我跟你说 甚至这样高 我一爬上去 我都不会唱歌了 我爬上去我都不会唱 我爬上去我都不会唱 站在地上 站在地上 在平地 跟朋友一起平 我就能唱 因为那个台阶我就不敢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台上 讲过话 从来没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BE让到你的 你的人生开窍 让到你从一个 进行的 变成有幸福的人 那从以前你觉得 睡觉也自卑的 因为你讲话没有人听 现在你讲话有很多人听 现在你有掌声 你有舞台 你有荣誉 连你的女儿都 觉得妈妈已经是 180度的转变了 在这两年里面 对不对 感动吧 对 非常感动 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些 很感动的话 我女儿 我女儿因为她们 在这两年里面 她看到妈妈 她的妈妈 我的改变 很多很多 从不敢 从不敢 一直躲在厨房的我 除了在那个 Belton Court 出现的我 今天可以跟人家 zoom 今天可以台上 跟人家讲话 甚至可以 跟陌生市场 讲话 你知道吗 以前我是 不是这种人 完全不会看到 我的改变 他们也 受我的影响 因为 我就每一次 都一定要 带他们去上课 他们看到 他们自己看到 看到BE这个大家庭 一家人真的不一样 BE的那种 那种文化 真的是非常非常 跟人家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 也是没有出来 做过工 只是在读书 他们接触到 BE的时候 真的看到 哇 他跟我说 真的 BE真的是跟人家不一样 可以一起 不认识的 甚至在 会场上 都可以拍照 interview 或者是在那边 分享喜悦 那种的 分享那种 改善什么健康 那些 甚至可以在 Facebook 那种改善 都可以一起 在共用的 这是就是BE的文化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 对 因为他们就是 身边的朋友 都看到他们的改变 这座 Zone 讲课 这就是 两年里面 他们在BE所学到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们 每会都必到 好 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的Mia 那么今天的节目 也差不多到了 尾声 你有没有 这些东西 你要补充 还有一些 你的作用 你想要告诉大家的 要跟大家说 其实呢 我在BE呢 真的 找不到一个 不要做BE的理由 怎么说呢 BE给我时间 时间非常自由 什么时候 我时间 跟人家交谈 什么时候 都可以 跟人家分享 健康 分享 那个喜悦 分享 那个 机会 真的 我太激动了 你看 我太激动 我太激动了 OK 还有呢 金钱 金钱也是非常自由了 以前我说 我跟你说 我什么都 都不敢想 因为呢 以前都是靠两个手 才可以赚到钱 现在 现在不止 这样子 我可以 甚至呢 可以 跟我的那个 组员 一起达成梦想 你看 BE这个 这样跨的平台 真的给我的 组员们 一起 一起的 追梦 一起达成梦想 这是我 我喜欢 BE的 所以真的是 找不到一个 不要做BE的理由 好 那么今天 我们也非常谢谢 我们的 路人 Mia Soki 到姚生一遍的话 一个烘焙 家里的烘焙 是没有接触过人的话 从以前 用手工 做饼的一个人 到现在的话 都能够成为 我们BE里面 RCCA最高阶级的 一个领袖 已经没有得再高了 他已经是最高了的 从以前 没有讲话的话 没有人 没有听从着 或者是愿意 听他讲话的人 今天的话 他已经变成一个 大领袖 组织下面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 组员来到 外国都会有 那么 今天 如果你想改变的话 你一定要加入 我的BE 那么今天 我们的节目访谈 就到今天 OK 谢谢我们的Mia 那么继续 我们明天 我们明天 将会有另外一位的 RCCA 他就是 今天是北马 对不对 明天的话 就是我们南马天后 Chris Bond 三家宠物店的老板 我们明天下午三点见 拜拜 拜拜